身為一個台中人我有點傻眼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這邊是秋紅谷 因為它旁邊都是搭車 然後還有很多高樓大廈 我每次經過以為這邊只是一個大公園 它很小秋紅谷很小 我本來以為是一個類似什麼 大安景觀公園 就比較大的 的景點 因為我看人家介紹 我才想說秋紅谷到底是哪裡 我根本沒來過 結果它就是一個稍微看起來大一點的 我以為只是市區公園的地方 然後 旁邊都是大樓 統連客運就是搭車去台北 這樣你一下車就可以來玩啦 我只能這麼說就是一個 你只要搭客運 不是搭高鐵的 就可以很方便的來玩的地方 下面當然是有水還蠻漂亮 但是我還是很驚訝 然後對面就是那一棟 什麼正極天下那一棟 在路中的房子 那我還是下來逛一下至少水池 可是我家附近就有台中公園 台中公園的水池還蠻大的 雖然台中公園稍微 看起來髒了一點 可是很多鳥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跟小伯伯去還可以划船 那我現在再帶小伯伯去划一次船 不過新蓋當然是看起來比較 所以這邊就是秋紅 身為一個台中 我看到人家介紹這麼美 想說要來逛一下 結果好小喔 比台中公園還小很多 算了 然後旁邊的房子也都蓋滿 他也不可能擴建 看一下有魚啦 應該是小型井裡吧 沒有像台中公園這麼大隻 這個應該是不能跨進去 他的水池也沒有比 帝國湯場的大很多吧 我有聽到也沒有青蛙叫 只能看魚了 而且我忘了帶魚飼料 但至少沒有人啦 沒有人還不錯啦 我跟貝克回去晨量一下 痾 YouTuber把他照得太美了 其實你在下面 因為你看你人在下面的時候 你往上看 就是這樣 你要無視於這些大樓 然後看這棵柳樹 或是這個水池 好這就是秋紅鍋 戴台中的朋友 不要太 抱太高的期望 怕你會失望 當然水池還是蠻美的 這個是 我還是帶小伯伯去台中公園滑船 好了 至少可以滑半個小時 還是一個小時 我忘了 而且我走下來三分鐘 我就快要走完了 他真的蠻小的 那這邊就沒了 再上去就是一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覺得我八分鐘這段影片錄完 就沒了 白浪峰 有機會我真的想帶貝克回去白浪峰 這是後貨 要買登山帳 我在迪卡路 我看到登山帳 然後貝克會就是行李 反正我只要穿一個大外套 那我就可憐了 這邊也沒人嗎 這邊也沒人嗎 跟梁亭一樣吧 至少就有這樣看 我懶得上去了 我跟貝克去下面坐一下 好 一上去又大馬路 我又看到都是車 我不想去看車 小伯伯我們腳的地方Q的坐 好可憐 害我本來還抱覺得很大氣 我想說一堆人在說秋紅虎到底是哪裡 名字聽起來好美 而且秋紅就是還應該要種風速 只有一顆 我看到我這樣說 秋紅不是應該 可是台中明明是雅熱 但又捷徑中部很熱 風速也就這一顆而已 其他就是一般雅熱帶植物吧 就長綠這樣 好我跟小伯伯坐一下 要叫小伯伯我們坐一下 我照一下你好了 他應該八分鐘還有的路 等一下 你要出來了 沒有人耶 小伯伯 這是秋紅虎 你喜歡嗎 這什麼地方啊 不過至少沒有狗狗也沒有人 小伯伯你就獨享一下草地吧 亮點小伯伯 你要下去嗎 媽媽可以 沒有保護你 對這邊沒有人 如果你真的那個 我可以稍微看一下 你覺得好嗎 覺得好動耳朵 沒有 這什麼地方 不過比較少人 小伯伯你逛一下 退回去了 退回去了 我舔毛 好啦那我們等一下再看還有什麼可以逛吧 我們等一下去看環中路還有什麼可以逛 好喔 好動耳朵 表情好好笑 你可以出來看一下 出來看一下 等一下去環中路看一下 還有什麼店家可以逛一下 好 好錄完了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收看 好嗎 他